澳门国际自由港之一 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 从这里驶向世界 透过一扇窗 可以远眺绝美的风景 梁树森每天来到这里 他中意的远不是窗外的风景 梁树森澳门的一位收藏家 每件藏品的来源修缮痕迹 他都了然于心 每一件文物的背后是一段故事 每一段故事不尽相同 但热衷的初心始终如意 梁树森从来关心的不是价格 只要带有中国印记的都是价值 过去数十年间 梁树森一直在收藏流落海外的中华文物 让属于中国的历史回归中国 三天后 又有一批内地飞移传承人 将前来藏馆观摩交流 但让梁树森交心等待的 还有一批来自高原的客人 为了这次相见 中国澳门西藏文化经济发展促进会团队 已经准备了半年之久 澳门威尼斯人会展中心 第24届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 正式开幕 这是一场与世界牵手的盛会 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品牌和产品 将参展 盛会已经连续举办24届 但中国西藏的企业却是第一次参加 进入新时代 在西藏波兰状况的发展征程中 本届展会西藏馆的建立 将会开启一扇 让西藏民族产业走向世界的大门 在这里 经过四个多月的西藏实地产品考察 中国澳门西藏文化经济发展促进会 向西藏自治区的众博企业发出参会邀请 经过推荐选拔 首批最具西藏地域特色的手工品 农副产品 食品饮料和藏药等12家生产企业来到澳门 第一次获得了免费亮相全球的机会 梁树森此时拥有另外一个身份 中国澳门西藏文化经济发展促进会名誉会长 成为一名合格的市场参与者 优质的产品需要在更广阔的舞台接受检验 但获得市场青睐 显然需要更开阔的眼界和市场运营思维至关重要 认识一个地方 首先从历史开始 从蛮黄鱼村走向国际自由开放之都 澳门用了几百年 正是世界的拥抱成就了这片弹丸之地 利用辐射全球的市场优势 澳门开拓起其独有的轻工业 眼下中国澳门西藏文化经济发展促进会 期望西藏的参展商们近距离体会与世界接壤的市场环境和规则 希望他们用最短的时间完成理念的革新 永利威一家开立在港澳地区的百年酒夜品牌 其产品远销海内外 在华人圈有广泛知名度 促进会团队正与企业沟通 青柯用来酿造永利威品牌的可行性 未来在中国澳门西藏文化经济发展促进会的引荐下 藏药 青柯等很多高原独有的原材料落地澳门 打造出销往世界的西藏产品和品牌 请签约 一届沿海的东风 高原儿女新的征途才刚刚开始